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有十几万的军队了 可是这么强盛的帝国传到了商咒王的手里 一样被推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商咒王生活非常淫乱 不管朝政 不懂道义 而且不把百姓放在心里面 所以人民都非常讨厌他 这个在史书上被称为土崩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皇帝已经失去了百姓的信赖了 土崩的结果是什么呢? 军队的瓦解 所以后来周武王在带兵推翻商咒王的时候 商朝的军队基本上是一溃而散的 根本没有人要拥护商咒王 后来汉朝有一个人叫做徐勒 他对这个土崩瓦解也有另外一番的诠释 他觉得天下忧患不在于瓦解 在于土崩 什么意思呢? 他觉得一个皇帝或是一个帝国 他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心的相辈 他举了一个例子 汉朝的七国之乱 汉景帝时候 天下有七个诸侯带兵造反 可是这个汉景帝他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所以带着比较少的军队 一样击退了七国的叛军 土崩瓦解这个诚语流传到了现在 我们已经不分开使用了 何着用? 拿来指一个事物的彻底垮台 大话诚语就到此 结束 在这一集主抵战 徒替耗 Repeat First A 密 on